刘邦经过彭城之战后 痛定思痛 决定在行阳好好发展 东山再起 他召集众人商议接下来的计划 萧和继续负责安抚百姓 招募兵丁 筹集粮草 张良和陈平负责为刘邦出谋划策 招募人才 剩下就是最重要的军事方面 经过彭城惨败后 刘邦明白自己在军事才能上 和项羽差距太大 汉军中唯一能和项羽匹敌的 只有大将军韩信 可让刘邦头疼的是 将一连发出去数封书信 都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送信的士兵都说 韩信亲手收到了书信 但就是不见韩信率领军队回来 卢万等人都担心韩信 这是想叛旱自立 刘邦的心里虽然也有这个担心 但在众人面前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一直袒护韩信 但私底下 刘邦亲手写了一封书信 让张良派人送给韩信 在信中 刘邦命令韩信 必须在七日之内赶回行阳 否则按照军法从事 此时的韩信经过不断地整合吞并 手下的兵马早已远超刘邦 但韩信并没有叛旱自立的想法 他之所以违背刘邦的军令 有他自己的考虑 如今项羽刚刚拿下彭城 对他虎视眈眈 旧江王鹰部没有发表态度 彭越又带着三万兵马 在附近态度不明 韩信的手下大多都是新兵 还没有完成集训 他担心自己一旦起身后撤 就会遭到三灭甲击 到时候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韩信才选择按兵不动 周伯 曹三等人 虽然也知道韩信的想法不无道理 但他们都是汉王的手下 如今刘邦已经发出最后通牒 周伯等人都表示 无论如何也要听从刘邦的命令 在带兵打仗方面 韩信属于天才 但在人情事故方面 韩信确实一窍不通 面对眼前的棘手局面 韩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急忙去请教自己的谋士快撤 大将军一日不动身 汉王便一日不得安心 他是不是担心 我不会带兵打仗啊 这是汉王最放心的 可这也是汉王最担忧的 怎么讲 从现在的形势看 以大将军的实力 完全可以分天下而自制 这里天下我没兴趣 我只想带兵打仗 快撤看过刘邦的书信后 只言刘邦太聪明 现在的局面 明明是刘邦缺兵少将 想让韩信带着自己的家党 去补他的大窟窿 可刘邦却不想令韩信这个人情 在他的眼中 韩信还是自己的属下 不管韩信私自发展了多少兵马 都是属于汉军的 如果韩信靠命不归 就是违反军令 快撤见状劝说韩信 趁机拥兵自立 否则一旦回去 就会被刘邦夺走兵权 但快撤这个想法 却遭到了韩信的坚决反对 韩信对刘邦始终是心存感激的 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 全靠刘邦的提拔 他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刘邦 经过深思熟虑后 韩信毅然决定 率领大军返回邢阳 可当韩信率领大军 如约来到行阳时 却发现行阳城门紧闭 并无一人迎接他们 正在韩信心中纳闷时 夏侯英带领刘邦的清兵卫队 把韩信围了个水泄不通 严令不许任何人靠近韩信 在众人的包围下 韩信心情忐忑地进入行阳 谁知刚刚进城 就迎面遇到了 气势汹汹的卢瓦 韩信 我问你 横城落难的时候 大王几次催促你 你左一个理由 右一个理由 就是不来 你想谋反吗 卢瓦 你别这样说大将军 卢瓦 等见到汉王再说吧 他还有脸见汉王吗 你以为你手握重兵 就可以要挟汉王吗 你别忘了你这个大将军 那是汉王给的 没有汉王你就去个屁 卢瓦 卢瓦当着众人的面 大骂韩信 万恩负义 蓄意谋反 听着卢瓦的怒骂 韩信却显得异常淡定 他站在原地 并不出声反驳 只是一脸平静地 看着卢瓦表演 事到如今 韩信已经看出这一切 都是刘邦在演戏 目的就是要给这个 不服从命令的大将军 一个下马威 曹三知道韩信的难处 帮着韩信说了两句好话 结果卢瓦部分青红皂白 连着曹三一起骂 曹三健壮 气得拔剑就要和卢瓦火拼 关键时刻 萧和及时赶到 制止众人 在萧和的带领下 众人一起来到刘邦屋外 刘邦却下令 只召见韩信一人 韩信新知决定 他命运的时候到了 他满脸凝重地走进屋内 随着夏侯英将屋门 缓缓关上 整个屋子 只剩下刘邦和韩信 二人之间的气氛 骤然变得凝重起来 刘邦一脸严肃地 死死盯着韩信 眼神中透露出 让人难以琢磨的意思 但随着韩信跪倒在地 刘邦紧张的神色 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韩信向大王请罪 请罪 刘邦已经看出韩信 并没有背叛他的意思 放松下来的刘邦 开始责问韩信 为什么没有奉命行事 韩信解释说 鹏城兵败时 自己过拳大局 没有贸然出兵相救 当收到刘邦 让他赶回形阳的书信时 韩信又担心受到三面围攻 所以才选择按兵不动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给刘邦保存兵马 其实刘邦也知道 韩信的决策是正确的 他之所以要摆出这样的架势 就是为了震慑韩信 让他这个大将军 知道谁才是汉军真正的主人 眼看韩信今天被自己吓得不轻 刘邦知道自己敲山正虎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立刻转变态度 开始安抚韩信 还把自己的配件当众交给韩信 以彰显对韩信的信任 这正是刘邦恩威病失的育人之术 收服韩信后 刘邦召集众人商讨如何对付项羽 经过蓬城一战 刘邦看出所谓的诸侯联盟 根本靠不住 那些诸侯都是墙头草 一个个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刘邦认为 对付这些摇摆不定的诸侯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彻底消灭他们 吞并他们的地盘和兵马之后 就可以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 刘邦这个计划最大的漏洞 在他们征讨各路诸侯时 项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一旦项羽出兵帮助诸侯 那汉军就会陷入 父辈受敌的不利处境 所以韩信认为 必须要设一个诱饵 在行阳牵制住项羽的储君主力 而这个诱饵非刘邦莫属 项羽对刘邦恨之入骨 只要项羽知道刘邦在行阳 肯定会不顾一切 率领大军直扑行阳 这样一来 汉军就可以趁机讨伐其他诸侯 张良听后觉得韩信这个提议太过冒险 万一刘邦守不住行阳 那就会被项羽一网打尽 因此张良建议刘邦三思而行 但刘邦却非常赞同韩信的提议 他认为行阳城池坚固 一手难攻 而且后方还有关中和巴蜀 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和粮草支援 自己凭借这些有利条件 在行阳守个一两年不是问题 只要韩信能快速平定其他诸侯 那就大功告成了 但唯一让刘邦担心的是 万一行阳告急 韩信会不会率兵回援 在得到韩信的肯定答复后 刘邦果断决定由自己镇守行阳 派大将军韩信率领兵马去讨伐各路诸侯 而他们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魏王豹 魏国是阻碍汉军东径的最大障碍 而魏王豹在彭城之战后又重新选择归顺项羽 封锁核关在临近度摆开阵势 公然对抗汉军 因此刘邦决定先拿魏王豹开刀 一听说刘邦要收拾魏王豹 一旁的离异机来了兴致 作为一个说客 他的职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他看来 魏王豹是一个建立妄议的小人 只要自己施展三寸不烂之蛇 肯定可以说服魏王豹重新降汉 刘邦虽然对魏王豹不再抱有希望 但能兵不协任拿下魏国 也可以给汉军减少一点损失 于是刘邦同意让离异机 带领使团去说服魏王豹 同时他让韩信率领大军 紧跟在离异机后面 一旦离异机劝降不成 韩信就直接出兵剿灭魏王豹 部署完这一切后 刘邦在行阳告召天下自立为王 并且摆出一副 要和项羽决战的架势 事情发展果然不出刘邦所料 项羽听说刘邦拒守行阳 自立为王后 气得暴跳如雷 二话不说 就要率领大军去攻打行阳 正在此时 于子稷报来一份紧急军情 原来项羽当初率兵回援蓬城时 齐国基本已经平定 所以他才放心把大军交给中离妹统领 但让项羽没有想到的是 齐国人的反抗意志太过顽强 项羽在的时候 他们把士兵全部化整为零 穿上百姓的衣服 混入各个城镇 等项羽一走 中离妹率领大军继续深入齐国时 这些齐国士兵重新拿起武器 从后方将储君包围起来 现在储君已经被齐君分割成数个小块 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的反攻 中离妹也被齐君包围深陷险境 项羽和中离妹感情深厚 一听说中离妹在齐国陷入危险 立刻决定暂时放过刘邦 等自己彻底平定齐国后 再去行仰找刘邦算账 就这样刘邦再次获得一丝喘息之机 接下来的楚汉战争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重大转变 点个关注 我们下回再说